这张幻灯片 其实是朱老师上课用的最早的一张 那我就是借用过来 稍微做了一下调整 就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学习这个数据的话 就是想要找到第一份的数据工作 那在我自己经历的这个过程 是有五个步骤 从学习准备简离合面试 参加面试 然后做背景调查 最后到上班 那么这个过程 我是把它比喻成 跟我们爬山攀岩 这个过程 也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有老师在这里 给我们做我们的安全带 所以的话 我们一定能够平安的到达这个山顶 数据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有很大的机会是在家里上班 不用开车 很辛苦的到办公室去 同时呢 你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拿到高薪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很简单 就是拿到第一份的数据工作 下面的话我就一个过程来给大家大概分析一下 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课程的学习 去年二月份的时候 我跟大家今天的情况是一样 也就是在听朱老师的公开课 因为我的情况是年纪比较大 在工程领域呢 已经工作了比较长的时间 当然我自己对数据的分析有一定的基础 因为我们工作当中会用到这个数据的分析 当初听完朱老师的公开课的话呢 我的感觉就是 朱老师讲得非常的实在 目的性非常的强 就是通过大家呢 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 通过这个学习 学习知识 学习技能 做项目 然后能够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培训 能够再尽快地拿到这个第一份的工作 就是这个在投资回报率比较高 那么我当初的最大的顾虑的话呢 一个是年纪大 一个是工作时间这么长 然后要转到从没有基础的 从最基本的这个数据分析位置开始的时候 那么用人单位可能就会有疑问 为什么你要转这个 那我公开课之后 我就请夏令老师跟朱老师约了一对一的这个咨询 那朱老师就帮我分析了我的情况 怎么样子将我自己的这个劣势转变为优势 就把过去的这些经验跟数据分析 怎么样联系上 那这样就开拓了我的这个思路 给我来自己给我比较大的信心 所以的话呢我就报名上朱老师的课 同时我也在上那个数据学院 刘杰老师的课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知识体系 所以的话呢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这个内容都不太懂了 就那不懂的地方我就去花时间去Google它 就相当于我们学英语的时候 开始不懂得单词的去插字典 后来发现很多的时间都是浪费在插字典上头 那影响了进度 同时的话呢也影响了对整个知识体系的这个学习和理解 所以后来我就硬着头皮就跟着朱老师的课程 跟着他的节奏往下走 那这里的话呢 我是给大家有一点建议 就是不要去走我所走过的这个弯路 分给三个步骤来学习 第一步就是你不管你有多忙 就坚持上课 每一堂课都上课 这样也是自己我自己自然给自己定下这么个目标了 那我就一定要有权力以赴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赛网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拖的时间就会很长 上完课以后呢 那么第二步就是尽快的看录像 我是用两个屏幕 那么一个屏幕呢就放这个朱老师上课的录像 另一个屏幕的话呢我就拿着把自己一幅画条 到处做 管它反正理解没理解 先把它照着做下去 那做完了以后第三步的话呢 就自己动手 就是尽量就不看录像了 就把老师讲的内容 就把它自己用学的工具把它做出来 那有的地方肯定会卡住 那卡住的时候呢再去回看这个录像 那上完课以后呢有实习项目 那在实习项目的时候 那用我们自己学的工具 用老师教的很多这些做项目的方法 那我们就自己能把项目做出来 那到这个时候 你基本上心里都有数 你自己就知道了 我差不多已经ready了 这样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 开始准备简历 因为那个时候你大概是对这个知识体系 已经有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 你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所以你已经学了 我们已经学到知识 你学到技能 也有项目的经验了 那么下来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学习就 大的学习就告一段了 然后就开始准备简历和面试 那这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朱老师其实建议我们大家 都是在上课之前都写一份简历 我自己的情况来看 也是让大家其实有蛮大的困难的 因为那个时候 不知道往前里你写什么 该写什么 然后写的东西自己也没有概念 即使我抄一份过来的话 我可能不知道 那个简历到底在说什么 那么在这些上课的话呢 我是从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坚持就是每个周末 我就到网上去看这个招聘广告 那我自己确定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我就找那个位置的招聘广告 把这个比较好的那个芥蒂 Job Description都存下来 存在电脑里面 那到我准备简历的时候呢 我就把那些记录翻出来 把他那些要求和描述 放到一个文档里面 然后把它归了 总结到我相应的这个简历的 每个部分里面 在这样子的话呢 我简历里面用的这些词语啊 描述啊 都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都是用人单位 他们所需要的 当然不是简单的 把这些词语往上堆了 就是我放上去的 我一定自己能够理解 并且假如说面试的时候 问到我的时候 我也有故事可以讲出来的 其实在做这个的时候 也知道自己还有哪些地方不足 我就需要再去补充 那做完这以后呢 就再修改几遍 看看觉得 是不是又没把自己的优势 突出出来 然后我就发言 要请朱老师 帮我看 尽求意见 在最后再修改 再完善 那我也跟朱老师帮我改了几遍 那最后知道 如果简历自己的不满意的话呢 那就是说明可能还没有到位 你要自己 你要感觉满意了 那可能别人看的时候 就能看得出来 简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其实简历准备好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要准备面试 要把这个面试的这些 其实也准备好 这个阶段的话呢 一般就是我是准备的时候 就是把面试的内容 我就都把它写下来 因为你形成文字的过程 也是一个在自己归纳 和提面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把它熟悉起来 并且要用这种口头的 用这个英语 要把它表达出来的很熟悉 那这个简历面试的时候 我大概分了几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开场版 这里面我大概准备了 一到三分钟的 这么不同的那个版本 这里我可以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说你在面试的时候的话呢 它通常是有不同的人来 比如说我参加过的 其中一个面试 我有四轮 那第一轮就是这个猎头 然后技术团队 然后是这个HR 还有这个Hiring Manager 和那个Director 我最后一轮面试 是三个不同部门的这个Manager 他每个人所关心的内容都不一样 那我的这个Hiring Manager 这四轮他都参加了 那如果说我不去准备 不同的这个版本的话 那我这四轮都讲一样的东西 那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人 也不是那么太有经验 所以说呢 当然这个可能 但是我想至少 大概有三轮面试 应该是有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准备技术部分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硬功夫了 你有就是没有 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为了准备这个面试的一些问题的话 那我就到YouTube上面看了很多 关于我学过的这些工具 Power BI SQL Tableau Python 朱老师都会讲 课堂上这些工具 我看这些视频 然后把他们 这些题目都自己 和答案都记下来 因为这样子呢 一个是 也是来总结 你自己学的这个技术 到底到没到位 同时的话呢 在我每一场面试之前 我可能就会把这些 很快的翻出来过一遍 因为你 比如说过了 有一段时间不看的时候 要用英文 把它很顺利地描述出来 你自己去想 这些词汇的话 可能想出来的不一定很好 那如果说 面试的时候 你 如果说从技术这个层面上来讲 他们都是有很多年的 这些工作经验的 你有时候一讲 不需要讲很多 你大概讲一两句话 他就知道你是懂不懂 还是你是真懂 还是装懂 有些人可能 讲了两分钟 其实都没有讲到点子上 一些问题回答的时候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对我还是有 比较大的帮助 在面试的时候的话呢 他的这个style也不一样 那我总共参加了五场面试 有些面试就是比较灵活 就相当于我们大家 互相在讨论 交流 讨论工作这么一种方式 那也有些面试是 根本没有你任何的机会 就是他不停地在问问题 他可能有二十几个问题 在他list上面 一个接一个的 你只有回答的这种事 那我也尝试过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例子来讲解 或者怎么样 给你修一下我的这个presentation 他们就说没关系 我们就节奏再往下走 所以的话呢 我们都把这种都准备好 第三点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准备的时候 就是这个 你怎么准备项目的经验 那朱老师对我们讲的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大的项目 小的项目 你都要准备一些故事 这个呢 参加co-op 就是获得这些项目经验 来帮我们准备这些故事 因为在我们面试的时候 你根据他所问的问题 你又可以随时都可以 把我们自己故事查进去 比如说讲完了以后 就是for example 那我做了这么 这么些事情 那怎么做的 那有些面试的时候 他就是很明确 就是让你讲 你所做过的一个项目 你是怎么做的 那这个时候就给你机会 你怎么样子去把握 讲解这个时候 这样子 朱老师他 那么上课的时候 他会跟我们讲很多 除了技术方面的 他自己 多年来的工作经验 那么这些一些思路 一些理念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把它 在我们面试的时候 把它表达出来 传递给对方 就让他觉得我们 不是一个新手 已经有多年的 这个职场工作经验 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些 你如果没有这些工作经验 你是讲出来 你没有办法把它归纳出来的了 第四个部分 准备的时候 演示准备的时候 就是这个behavioral question 那朱老师 已经总结出了一整套的 关于这个behavioral的 这些问题和那个答案 大概我们只要把这些 被熟了 那基本上这一部分 就满分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behavioral question 他也会就是 关联在我们 这个过程当中 来问题当中 那这样子就是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投简历 那么投简历参加面试 投简历的时候的话呢 我是刚开始投的时候 就是在网上提出来的一些位置 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 那比较有回应的 就是在从猎头那里来的 那我做的是 我的做法是把 我自己的技术的特点 那基本上把我简历里面 第一部分这个qualification summary 放在我的那个linkedin的 profile 那个about里面 把我的title 我很明确 我就是要做这个BI specialist 那我的title就是那个title 那我也讲解了 我为什么对这个技术 对这个data 很着迷 那这样子猎头 凡是跟我联系的 他就已经看到我的title 和我做的 所以的话呢 他们的位置的基本上 就是跟我想要的是 比较纳琴的 这是就是说简历 因为怎么样能拿到面试的机会 那在面试的时候呢 觉得其实你要准备的 很充分的时候 其他的都问题不是很大 就是反正他要什么 你就给他什么 然后想尽一成的办法 不停地把这些故事 讲给他听就好了 那面试以后呢 一定就是给对方的 尽快地写一个感谢信 这个模板 网上都会有了 那么这样子 就是说通常来讲 我们可能比如说 你发了大概有面试 五个面试 十个面试 应该就会拿到一个job offer 拿到job offer以后 下一个过程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但是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都忽略了 就是背景调查 这个背景调查的话呢 我是拿到了 我自己背景调查的报告的 因为这是第三方的 那从这个背景调查的报告里面 我自己感觉到有做了很多 有做的故事 就是准备的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分享给大家 希望在这个环节上 不要出现任何的差错 因为这个背景调查 除了我们正常的 我们往往的是想到 有没有比如说犯罪记录 credit什么的 其实我讲最重要的是 你的工作经历的背景调查 因为其他的我们都不会有问题 那最后他这个第三方背景调查的时候 你凡是简历里面提供的 有工作的这些单位的 他全部要去查 包括你的工作的起始时间 单位 联系电话 你的工作的title 所以呢 最好是如实的写上 但是呢 我们要想要表达 我们是有这个数据分析的经验 我的做法就是说 在我LinkedIn我的简历 和我在做背调填表的时候 我都填上我原来的title 但是我在括号里面 注明一个 Data Analyst Rule BI Analyst Rule 那这个事情是比较 就是说他看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给他讲 故事理解 如果说是他查出来 你的这个title 跟我们你讲的 我们假如说都写上 Data Analyst 可是你的另外一个title 是不一样的 那就可能他就会认为 你提供的这个工作经历 是不真实的 或者是有别的问题 就是希望就是说这个人 对大家稍微有点帮助吧 最后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点 其实我上班以后的这个情况 那我上班将近有一个月了 那我们的工作流程 基本上跟朱老师课程上的都是一样的 先熟悉业务 然后是项目 最后才到数据那里去 那朱老师他讲的这个面团理论 这个insight 这个数据分析的核心 包括逆向工程 和这个 财分大法 那这些对我的工作当中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也许可能老师讲了 好多技术的东西 我可能已经忘掉了 可是这几点 我是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当中 真正来讲的话呢 其实这些可能是 让你跟其他的人 有很大的差别 把你分别出来 其实并不是在你的 真正的技术的这个scale 有多强能够把你跟别人分别出来 另外朱老师讲的 这些behavior question 里面 这些answer 就是我们在处理工作当中 处理跟同事的关系 和这个交流 team之间的交流 其实就照着这么去做的 所以这个对我的工作当中 有帮助也很大了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走过来 我感觉上朱老师的课 不只是简单地学知识和技能 而是他把他很多年工作的心得 都无私地交给我们 这对我们的职业生涯 也是很大的帮助 那我现在是把朱老师 当成我的粮食义友 因为我拿到offer以后的话 给朱老师讲了 那朱老师给我打电话 那给我表示祝货 那了解我面试的情况 这样子他就是说 可以根据一线的这些需要 那他就会在他的这个课程里面 更新一些新的内容 那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感动 因为这种敬业精神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如果说他只是完全是为了 就是说这么一个工作 他不会花这些很多的这个精力进去 同时的话呢 我也请朱老师给我提一些建议 工作当中的 毕竟我还是有些担心 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呢 因为我拿的是一个senior的位置 那我工作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东西 没有碰到过的 那朱老师根据我的情况 也跟我的职业规划 那么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那我现在正在向那个方向努力 并且也会继续跟着朱老师来学习 请求他的指导与支持 那在工作当中 如果碰到大的问题 我还会向朱老师请教 因为我感觉这几期的话 那我也都听朱老师的课 每一期他都会有添加新的内容 和项目进去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要最后祝愿朱老师 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也祝愿同学们学习顺利 早日拿到你的第一份工作 谢谢大家 我必须要做的付款 我需要带到我的那里ff 我需要带到你的码 我的针子 我需要带到你的 我吗 我需要带到你的码